我上海队是一个双岛园面对对方丹麦园的一个对阵 但是不要忘了上一场比赛在课场 青岛队就是丹麦园战胜了山东的 而且在前几轮比赛中 他是在课场也是丹麦园战胜了同系的三迈 我觉得上海队绝对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 特别是在防守他的这个最为核心的这个进攻点 吉普森身上 那我觉得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你完全切断吉普森 给国内球员去得分 另外一个就是让吉普森有一些困难的去得分 但是掐死其他的点 我觉得你不能够像上一场比赛一样 到了第三第四节 让整个吉普森把整个青岛队的进攻完全带起来了之后 在自己的火热手感下带动了整个队 说实话上海队的篮球比赛本身就是防守比进攻更加难的一项运动 那么你在防守的时候一定要有侧重点 尽头队传就吉普森 吉普森打同期的那场比赛当中拿下43分 而上一场客场战胜山东队居然拿了60加8加8 就拿60分这也太疯狂了 而且上一场比赛是第四节的一个大逆转 第四节大逆转 那山东这队呢现在就看他凯撒这个教练 他这个队经常第四节教练 看来他在燕门上面呢 有时候他的龙幻阵容比较短 核心队员第四节比较不齐了 我觉得他还是把自己的阵容去缩得太短了 因为以他的一个板凳的厚度来说 其实在第二阵容拿上来之后 面对很多队伍对方是没有办法招架的 没错 而他更希望他的可能说主力队员 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去一口去把一些队伍去握队去吃掉 但是去小丁的上场时间过多之后 到了第四节可能以这个核心点没有了体力 到了最后对对方追上我觉得是比较正常的一个项目 怎么样改变去对于这些教练和球队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青老队今天的先发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今天会使用宗战许家涵 另外呢高尚也会获得先发的机会 高尚的话应该是专门来对付梅戴托尔子 其实真的话比较难防因为个子小 那我们的专防队员基本都是外线 就是比较偏高的 杰逸啊 赛亮 赛亮 那可能孟戴然对上他的话速度上会有一些吃亏 那看一下今天怎么样来 我觉得更多的去切断他和球队之间的一个串联是最为重要的 你说60加8送出8次中攻 实在是有点多了 就礼拜里他一个人起码是帮助球队得了78次 没错至少 对 今天这场比赛看球的同时呢 也欢迎大家在新浪微博上面找到徐勇23 或者找到我庄宁宇 我们一起来聊聊今天的比赛 张兆旭跟对面的中锋宗战 宗战呢打张兆旭 宗战有一点篮子的 但是呢他在内线的这种防守的强度啊 包括强攻啊 他是不行的 今天上海队的先发呢是用回罗汉琛先发 再加上季莫弗雷戴特 曾文顶 宅毅和张兆旭 好球 今天这一上来呢 曾文顶持球打了一个侧影反跑 对的确 那我觉得曾文顶至少在侧影方面是整个现在上海队内线 侧影能力最强的 那开场可能想利用罗汉琛的这个速度去跟着 呃 吉普森 先跟 对 因为吉普森的话个人对抗能力稍微差一些 对面呢中锋位置上面啊今天是让苏伟和宗战两个人同时打首发 对 那他这个阵容这个退防就很美好了 哎哎 这一球传过来呢感觉麦克斯在用力上面这下腰上软了 完全可以自己拿下来再做一定的处理 完全吸引到了吉普森的方向做战传 可能他觉得这个要位的位置偏外了一些 而且其实在低位要位的过程中张兆旭是比较怕像苏伟这种比较有力量的这种球员 苏伟是真有力 不动的嗯 吉普森上下线三分首档还是依然非常的火热 吉普森这个赛季的三分球命中率是38%平均每场能达36.2分 这是他在CBA的第三个赛季之前在广煞包括上个赛季在青岛 嗯 今天上来呢呃是用许佳涵防 许佳涵防也不错的 许佳涵防这个金莫菲雷戴特他呢有对抗 而且他脚下还可以对 那么高尚上来呢 他毕竟他有身高 但他脚下呢毕竟是一个前锋的人 吉普森 嗯 这就是比较大的 我看到他能力直到直接突到内线给到了无人防守的一个队友 吉普森 拆开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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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上海队今天 对方肯定也是会 对吉普用包夹的这样的一个防守防守策略 那上海队的其他国内球员能不能够在他形成包夹的时候 处理掉或者是完成球的这个命中率会直接关系到这场比赛的胜数我觉得 当然吉普森在停球的位置 停球的时机 包括出球的选择上面 自己也有要提高专注度的地方 的确 有时候呢 吉普现在比赛当中有时候比赛打得不顺利的时候会显得比较宁 比较轴 这一点在心态上面 教练团队还是要跟吉普要做好安抚的工作 不错 好球 素伟 要对方打得太过于轻松了 嗯 如果吉普森这边投开内线也让对方打开的话你真的很难防 踢球有点早 敏忍 敏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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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球非常容易造成立方的强规 是 刚上防守比较拼 但你要说他这个防守的韧劲多好呢 我觉得也不至 对 动作也是比较大 是 动弹是有篮的 哦 哎 这个 是 对 松战 第一伐伐中 松战这个赛季平均每场可以拿下10.3分8.1个篮本球 确实在数据上面呢比以往他对进步是巨大的 在进攻能力上面他比起苏伟确实进步要大得多 好球 哎呦 这球没拿到 太可惜了 这球宅易传的呢 其实是一个挺好的机会 啊 这个镜头对准的应该擦地哥啊 好 好 这是个2分 篮本球 苏伟的 苏伟这么打呢可打不了张兆旭 这么打他打不了 是 而且苏伟虽然有力量 但是他在进攻当中不太会用自己的力量 他用完力量之后呢 整个的肢体动作和他的手上的感觉 不太协调 不太协调 他脱节比较厉害 因为他毕竟是个是个练皮花蹄 是 出道的球员 看到今天其实整个青岛队对于局末这一点也是有 比较针对性的一个部署 嗯 不让我们进球 只要有养护就进行双人的包将 你看现在许家涵这个位置呢 压根连球都不让接啊 展翼几次突破的效果也不是非常的好 嗯 所以我觉得突破呢本身脚步上面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最后在处理上面 始终还需要再扣的更细一些 而且特别是完成球这个 嗯 吉普森来 这么让他投不是非常的怕 不能给到他太好的准备动作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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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翼这球打的比较明确 也是前两次突破没有成功之后 可能也是有点生气 寂寞的弄人啊 寂寞其实这一点一直是在比赛中会被对方抓住 就是他的整个防守的注意力 嗯 他不是不防 就是他有时候太过于的看球 是 好球 完全打一个对方立足问问 对方就是像 刚才提到的两个内线身高比较高 所以说在退防的这个速度上 嗯 跟不上上海 是 一旦做了两人的包夹之后 换防之后 那些会出现比较大的这个空位 是 再看啊 这是吉普森刚才这一下 总顶犯规 两边换 对面是把许家涵换一下是吧 现在让董汉林上来 对面换上了刘淑南 刘淑南也是在新疆队打过几年的队员啊 总决赛当中展示过自己 对面 张长宇今天上来之后 状态不是非常的好 所以换一下董汉林 增加一下进攻中的这个速度 啊 怎么顶上来 不错防的 这进攻还剩8秒 别犯规这球 刘淑南 好的 防得非常不错 这样的话 对方只有3秒钟的一个进攻时间 嗯 先是要守一个23联合 然后一看对方站的位置 直接换一个 呃 这个 这直接啊 发球做空接 这吉普森太自信了 说说上一场刚打完60分呢 谁的信心都爆棚 好球 好球 呃 对面现在吉普森防罗汉琛 他的防守也有限啊 嗯 呃 呃 呜 这一下小董差一点盖的 这个是罗汉琛的防守的一个缺点 是对方的 呃 这个有身体的队员一旦 呃 通过他这个位置啊 他很难追得上 嗯 好球 捡一个长篮板 还是坚决夹击啊 这时候真的就是考验你其他球员的完成球能力了 是 罗汉琛这球呢 其实没必要的多拍这一下 你直接投一个定点中距离就完了 乌入即森 别犯规啊 这球 没必要 你让他做完这种变相 你让他投 这种变相球 很难投进去的 哇 这一下 哇 这一下 我都换上了米勒拉斯 看一下 嗯 他上来之后的效果如何 是 吉普森 这个赛季场军 哎 这什么球 这个球 财本员把球给你之后 你 没有明确的情况下 不能不乏的 对啊 这是为什么 张承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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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攻方面更有特色 是 应该是会让刘淑南去防 呃 对不起 这机会已经下场了 所以说他把这个 索性把许家康换下来 张承宇的反击 包括集挺两分 很厉害的 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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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承宇 由书南方 承宇 承宇 还是兼职托 这下呢 撞对方中锋怀里了 可罗 承宇 也不投中距离 还有一点 前ances接触 21-27-27 因为承宇之前那一下 没有能够粘框 哎 呃 上菜两把承宇换下了 representative 我觉得翟翼打得不错啊 机会能打出来 或者说呢在局部上面能打出优势来 进攻犯规 出篮的进攻动作真的是比较大一些 是辽宁系出场的一个外线 当时也是在辽宁打不上球 然后先去到了八一 是 通过八一这个跳板 再去到了这个新疆队 是 他的整体的场上特点他比较全面 防守还可以 就什么都有但什么都不经 而且他在场上他防的时候他能防四 好球又一个进攻篮板 上海队今天四个进攻篮板了 今天而且罗汉琛的整个进攻的次数出口也是比较多 效果也不错 是 金森 绕了一圈再出来 好 董汉琳呢也想加他赶紧回位 投进了张成宇 张成宇就是这种攻击手 防守一般 几个门的东方强也是 八一队出来的球员 是 在八一队是完全打上球 但是可以说在青岛是给了他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施展 是 自己的一个武汉 再给罗汉琛 还是球又跳到了罗汉琛的手上 罗汉琛今天捡多少进攻篮板 三个 这边现在上14号田家夫 田家夫会投三分球的 防他就是无论如何防三分 就是董汉琳上来之后呢 像这种掩护 可以坚决的去做一定的夹击 是 因为他要比 张道旭的这样一个移动速度的方向 要来得快一些 但是长篮板就什么也能够拿下 这一球 篮板球 第一下呢 米拉拉斯拨一下之后 第二下连去起跳 刚好是吉普森到位了 就是不应该 两个队员有一些重叠 然后让可能现在目前是 场上最矮的吉普森拿下来 这个情况 王庆明 王庆明上一场比赛 和莫塔尤纳斯 有一个肢体接触 但是莫塔尔的那个动作呢 我觉得和哈拉迪不一样 应该不是替人啊 王庆明因为那个动作 吃了一个违体犯规 对 其实还是厉害的 嗯 又一个 的确能够解决问题 上海队 到目前为止 两个万元 都被对方限制的比较的 死一些 卢伟 卢伟 卢伟也是从青岛队出来的队员 他跟青岛队进过季后赛 进过CBA的前四名 米拉拉斯要罚球了 王庆明速度上面可跟不住对面 王庆明上来呢 说实话就是被炸药包上来的 如果把我这个几次犯规给用满 把我身上力气用满 米拉拉斯这段时间在防守当中 包括在篮球方面 比之前球队连败那段时间呢 是要好多了 这赛季场均30.2分 赛季场均30.3分 董华林队上苏伟 这也是李春江昔日的两位麾下弟子 而且他们两个以前住在一个市场 他俩应该关系不错 又一个让苏伟打的一个侧眼 这个防守确实是出问题 直抓头发 头发本来也不多 没得抓 小罗 又好球 好球被传 罗汉琛传得漂亮 今天罗汉琛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是整个下来队发挥最好的 在场上打得非常自信 金森还来 这种球我觉得投进投进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踩三分线防 你今天要是真能一场比赛 你通过这种球 你干六支笨我也认了 对 吴伟 吴伟最近的三分球呢不是特别好 好球 还是小罗第一节得分上双了 哈哈哈哈 而且他的得分都是来自于篮下 全是二次进攻啊 青岛队今天这篮本球糟透了 吉普森 这一下小董呢上去吓唬一下没真上 反而把吉普森这球给他吓出来了 哦这下防守两分算捡回来的 转过来菜亮投一个中距离 也没有 好 场上现在是25比20 场边另外一位青岛队的旧将孟丽媛准备上了 但是孟丽媛呢他不像卢伟和蔡亮在这里是打上主力的啊 好球 张成宇 张成宇就是吉平这下感觉特别好 没错 上下就交单停了 还是防守啊 还是防守功啊 对 你让对方直接第一节上来没打完得27分 对 我们无法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所助尊贵如初 天真贡全 至真之选 金贡全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天窝集团金贡全特约赞助播出的2017到18赛季的CBA联赛 现在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一分半钟 在场上上海队呢20比27落后对手 今天上海队的好消息呢是23节我们这个日子会比较好过 对面的只有1万元 对面的只有1万元 马上第一节6和9个中已经达到了12分4个篮板 4个篮板非常厉害 是 应该有两个来自于前场 听到这边还是依靠吉普森 今天青岛队现在乔亚森提普森拿下了13分 而上海队这边呢今天罗汉琛一人拿下12分和4个篮板球 而且4个篮板球全部是进攻篮板 今天这是要报个人职业生涯进攻篮板记录 啊 卢伟好球 低脚深分 终于投进了 上一场比赛卢伟在三分线外4投0中 这也不是他的这个 不是他真实水平啊 就是上海队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卢伟 对 也没有 上海队今天我们看牺牲快攻 我集体抢篮板 对 这没问题 你拉是空了 三分有没有 有了 刘淑南松了 刘淑南呢看到中间卢伟他球之后 他有点有点找不着人了 对 就不知道到底自己去防谁了 是 两个都是投手 孟林渊队吉普森也是应该比较熟悉 嗯 上个赛季的队友 好球 个人能力这些 这种球防的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 就像前面三分线外两个不一样 这种球你投得进 赵天收吧 一直完成这样的靠难度 这种球你投进让你进啊 没辙 随着你的体力下降之后 这种球肯定会变得越来越少 就你总有投不进的时候 当然作为上海队来说 二三节我觉得必须得把握好 因为吉普森的个人能力 能够在落后将近二十分的情况下 在客场 但李青岛队反败为慎的话 更别说在主场 所以说我觉得 二三节还是要有一个 比较不错的一个攻防的节奏 好球 这一下呢 刚才卢伟打成最后一攻 回来 对方这一攻呢 时间是不够了 30比28 第一节比赛 两个队都打了一个高比分 首节比赛结束了 今天的第一节比赛 卢伟上来拿了五分 这也不错 来看第一节比赛的技术统计 今天的篮本球呢 上海队抢了13个 整整是暴露对方一倍 另外在两分球得分方面 今天我们是20比16冷先对手 这在上海队在比赛当中是比较少见的 对 我觉得今天在对方的一个针对性的防守下 基本的一个防重点都到了一个外线 所以说他在比较靠篮板的这个篮框这些区域中的射防不是非常的多 这也是使得罗汉成能够抢到这么多前掌篮板球的一个原因 是 对面在防守上面 我们看重点主要在外线 你看 都是罗汉成捡的篮板球 这些篮板球呢 罗汉成靠的首先是积极 但同时 对方呢 篮下不协防 对 切老队的防守一直不是非常的好 我说上海队如果想赢球的话 我觉得你要和对方比进攻比较难一些 在这样的一个单核的 我们说单核吧 单外援的情况下 如果还是和对方标分的话 其实你没有优势 就是你这是 我觉得你在场上呢 你通过防守限制对方 你在进攻当中这球呢 会比较好打一些 对对 你跟对方换分呢 就双方圆打单外援换分 你其实不合算 因为很简单 你一个球 你不管是双方圆还是单外援 最后投篮的总归是一个人 你不是说两万元我两个人投篮啊 所以最怕的就是吉普森开了 你再做一些针对线的部署 加击什么的 然后他的其他的队员也开了 是 我觉得索性你其实 吉普森完全可以不用加防 踩出三分线 他真的突进去能够完成球 在张上旭面前 或者在我们内线面前 完成球 这也是他的一个能力 那三分线外 两步你投得进 这也是你的本性 是 而千万不能够 他一开了之后 去做针对线的部署 然后露了国内成人 这就两边有点都不 都不合适了 第二节比赛 上海队打双外援了 两名外援明达拉斯和弗雷戴特 都上来 再加上孟立元 一边卢尾和董怀林 上海队现在守的是一个联防 我们看 这有一点像一个三二联防 这联防守得很很奇怪很诡异 四个人站在三秒区的脚上面 然后呢正面站一个人 可能没有太好的机会 上海队消化人 对面现在就来 对面你现在就没法夹击了 一加机呢全是空 孙杰上来防篮球 我们看 人全部在强侧 这球迷拉拉斯是打进去了 就是强光在篮下 完全空了 可能他觉得传球的成功率 要比他投篮来的低一些 二 他那个传球啊 就是失误比较多 其实你看他从一点你就能看出 他所有拿到篮板快攻起快攻 他不传 他怕失误 是 他情愿自己运 情愿运 而他运的推进还不是很快 好球 又断了 转 今宝这边 今宝这下也杀得兴起 其实机会呢 第一下已经错过了 这球没有接好 有了 王庆明 两分打进 还要加罚 再看 我倒觉得呢 你要吹犯规则 其实不如吹在前面 几个人身上 慢慢送给对方 一二加一 一二一 大概令重 再也这边又换上了苏瑞 苏瑞重新回来 靠近 靠近 鞋馬 還是有機會 打噴噴 過於相信自己的手感 推反擊了 看這個反擊能不能打進去 還是被對方犯下來了 對呀 因為拉斯是完全先可以傳 讓金默來推 你畢竟是一個4號位的隊員 他和小熊又不一样 小熊的推到前面 的确有那个冲击力 能够完成球 是 他是其实是中速跑 推上去的 小熊那一下一条直线 你看是挺下的 一般人不上去 你上去你就想想 你那一下摔下得多疼 大转 加击了 现在上队 因为两个半圆在上面 对方要加击 其实挺冒险的 判走步了吧 判犯规 还不错 其实这一球有点运气 我们这角度看呢 接近于走步 罚两次 今天的主裁判呢 是杜西元 这球王庆明有点冤枉 对 有点冤枉 和前面内球其实差不多 一个2加1 最后就给了一个2加1 这一次犯规 因为的确今天 其实上海队 突到内线的次数 其实并不少 但是给的犯规 真的是比较的少一些 这应该是第二次 是 结果四分 金岛队抢边再换 应该把孙杰换下来的 换向张成宇 今天这个比赛 突然第二阶把孙杰派上来打呢 这个选择比较大胆了 因为以孙杰现在这个状况 和张成宇比呢 差距是比较大的 对 可能呃 郭小冰觉得张成宇的防守 不如孙杰 这种球 如果不进一个长篮板 对方一个长篮板 对方一个长篮 就是一个反击 嗯 嗯 这一下上海队我们数过去三次反击 没有一次打成 呃 一次是吉姆尔投篮没有中 一次是米拉拉斯被对手犯规 一次是这一次米拉拉斯投篮不中 还赔上小孟的一个犯规 托 托 许家涵 过得不错 苏维 苏维 两分 打到第二局过了三分钟到目前 还是没有体现出自己双万人的一个优势 嗯 哇这球是想给 哇这球应该上海球啊 非常明显的是 青岛队的 这个苏维把球 把球碰出去了这球 刚才这下球权最终是判给了青岛队 朱海盈呢过来和刘鹏解释一下 那么 现在上海队的问题还是在你出现夹击的时候呢 你怎么样来让对方的夹击付出代价 对面的夹击现在没有代价 就是你夹击之后我出球又是失误 对 包括前面出球投篮不进 你夹击之后呢强行进攻打球不进 而上海队这边夹击你看球传出来 又有空位 王庆明 打就花回来了 太自信了 我觉得 自己也笑了啊 我觉得 被夹击之后的处理球非常的关键 但今天吉普森其实在被夹击之后的几次传球 都能够把整个队伍 去运行起来的 是 小孟远端其实空了啊 好球 许家涵 这下呢 很明显防守重点是在45度 没有防底脚 金森 干拔三分 上海队也有这种 赌徒心态 就是你吃两场饺子了 你两场都打爆 你难道能连爆三场 连爆三场我也认了啊 无球过程中 其实林格拉斯你别说 他在无球过程中 造成对方的犯规的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他持球情况下突到内线 很少有少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啊 我觉得啊 还是身体差 就是什么呢 你无球的时候跟人一对抗 吃亏很明显 好球 长距离三分 三分有了 吉普森 托孟远 林格拉斯开始下来了 你这个是必然的 你因为你第一节就投了13个篮 你这全场比赛 你要出手多少次啊 什么今天的 这个感觉还是比较的一般 好在这边董汉林退的真够快啊 王庆明 哎呦又黄起来了 这下也没坚决打 张承宇 小队这边也 哎呀 哇这球还好没被断下来 不然这真的是为了刷一个篮板 吃到一个失误 何苦啊这一下 哇 吉普在干嘛 哎呦 哎呦 吉普心态得得得放平和一点啊 就是他现在有点跟自己较劲 觉得今天呢好像运气总是不站在不站在自己这边 这篮筐的盖呢是盖上的 但是呢 还没评论 看 cases 练 哎呀 哎呀 今天呢 青岛队这后场篮球同样也是专注度不够 必须得说青岛队这个真是联赛十六七名的球队 对 这个错误太多了 错误太多了 上海队今天其实有很多做的不好的地方 你要是在客场碰一个能力强的队呢 这会上海队弄跑已经数六七分了 小猫三分不重 你就这么说 你说青岛队蓝配如果打的话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现在上海队落后大概十分左右吧 内线 防守力 你让苏伟得这么多分 这种进攻能力这么低的球员在内线得这么多分 8分了 但是苏伟呢 他这两年我觉得进攻上面是有进步的 比他这个在广东队的时候那个角色是不一样的 是 终于骗到了一个犯规 这段时间积木还是打得比较的挣扎一些 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认死李 我今天不管怎么样 一定是做动作做到你给哨为止 上海队换上罗汉琛 让罗汉琛来拿球 罗汉琛第一节抢篮板抢累了 这个赛季小罗在篮板球上面呢 赛季场均是 两个 两个 差不多吧 对吧 这一猜场就是 两个左右应该不会比两个猜多了 赛季场均篮板球 哦 不止两三个 进攻篮板赛季场均0.8 就是他确实比较积极 他在球队投完篮之后呢 他比较习惯 站在篮下那个区域上面干扰一下 职业生涯在13到14赛季 他场均在当时的东莞队 可以抢1.9个进攻篮板球 相信也是这一点 他确实在这方面有他的嗅觉 而且呢 其实作为高个球员 到篮下赛季篮板球的这个 不是说习惯嘛 他的一个第一出动就是 他可能如果瞄到一个很矮的人 或者他甚至根本瞄不斗 你看不见 真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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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拉拉斯 又有夹击 好球哦 这就是个人能力 你夹击从上下来呢 我去 我人往底线走 投得进 投得进啊 13分了 不止不止 今天米拉拉斯上来之后的效果 还是非常的不错 就在前开始 之前其实就说 他会装进去瞄到 反正米拉拉斯那30分 基本就是在 在兜里揣着 是 今天跑不了这30分 米拉拉斯机会来了 电步 这是个2分 还是快攻不能够打中 我们的快攻真的是 转化率太低了 这路人用的比较厉害 这路哪去吧 米拉斯 比方就看着有球 自己人在篮下寂寞不到的这个位置上 当然也有可能产生队员沟通了 让他去换右边的那个分鞋去了 10分了 米拉斯 哦呦 3加1吗 没有 罚3次 王庆明的犯规 这就是他的一个给防守队员这种压力 我拿着肉头拿着肉头 那势必你在铺我的投篮的这个情况下会更加的加强自己的这个防守 王庆明个人第4次犯规了 这马上要下去了 哇 今天我们说你上来背炸耳包上来 也不至于背这么快吧 上海队狼球都不抢 对米拉拉斯的罚球极有信心 你放什么就 米拉拉斯的罚球命中率这个赛季场均88% 对 这的确上海队两个半员整个罚球命中率在CBA中都是比较高的 嗯 说完这句话我非常的怕 万一不进又毒奶了 米拉拉斯最近一段时间 包括之前吉姆尔有过15伐15中的单场表现 都是非常棒 慢慢罚 三伐三落 现在必得对方再换人 换回刘淑南 换一下王庆明 让刘淑南打4 刘淑南打4呢 对面在能不能球方面就要再弱一点了 这是一点 第二点可以多加强米拉拉斯这一点的进攻 尤其是接球的位置你要更深一点啊 对 因为这样的身高其实是完全对他的投篮没有太大影响 嗯 还是加击啊 米拉拉斯加击 加击对面的吉普森 赶紧回外 还是他进攻的轮转对 还不错 对 所以这一点需要去示范 孙杰不能让头 孙杰是CBA全明星三分王 卢伟 好小董传得好 吉普 投进了 好球 小董这一传上的够快 对 非常的聪明 其实拿球的在在捡这个球的过程中 就已经看到自己的三线快攻已经是到位了 好在这球传的吉末也 接住了 也比较这个紧张这个传球的线路 是 因为毕竟内线球员和外线球员在传这种长传球的把握上 度不一样 苏 你看苏伟这样进攻是有进步的 12分 苏伟拿12分 吉普 2加1吗 2加1吗 这球应该起步了 起步的时候拉的这一把 朱海赢的意思呢 还是他的哨子在前面 这球应该是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是吉末起球那一步 对方拉住了吉某 那其实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有力球 这一节对面犯规没有满吗 刚才就满了吧 对 刚才应该就满了 对啊 这个朱海盈刚才这个注意力啊 都在 都在脑子里面在回想 这到底是不是应该给一个 给一个投篮犯规 给一个投篮犯规 因为他自己说实话呢 吹完之后第一时间做出判罚 他也不会再改了 但是自己脑子里面要回想一下 刚才这个球到底吹的对不对 对其实我罚球的时候吧 我非常不习不习惯这种 没有人特别是在比赛中啊 就就就我我罚这种 比如说呃技术犯规啊 危机犯规的时候 想看拿球的时候就总会觉得怪怪的 你知道吗 这一节的犯规 6对2 吉姆森 刘淑南 刘淑南会有3分的 但没有那么准 对 吉姆尔 这下上球上的可以 好球好球 有问题啊 董花林这段时间 这五六场比赛吧 他的篮下完成球的这个位重力 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的 除非扣篮 只要不扣篮 只要往篮上打板拋呢 总是不那么固定 暂停了 我们无法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所著尊贵如初 天真共权 至真之选 金共权 镜头对准吉姆森 今天是冬至 这个不知道吉姆森吃不吃饺子 山东应该吃饺子 但是这边呢 网友这个富爱娃城子 已经发来留言 他说上海人冬至 我们不吃饺子 我们吃汤圆 然后吃这个蹄胖 吃不吃蹄胖我不知道 吃汤圆 我知道 我们不吃饺子的话 我们甚至能拿锅贴来代替 锅贴天天吃 不用等东西 饺子也可以天天吃 好吃不过饺子 走步 也没打劲 自己的节奏呢也怪了 可能不太习惯 篮下没有人 你看米拉拉斯开始 自己的组织了 嗯 董汉林的侧影球呢 还是不错的 首先是董汉林来 我们看罗汉琛 他这个永远投完篮呢 他在篮下 那不今天吃到吃到甜头了 米拉拉斯 这球还不错 董汉林补进去 给到小罗那儿呢 小罗只能顺势上了 连续的两次突破都没有能够打成 嗯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 你真的不可能整场比赛都像打鸡血似的 是 12比2过去2分半 张承宇好球 这类似的方法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张承宇是江苏的运动员 青年队也就到了八一 反跑 这球传的太貌似了 张承宇有这起诉 他的特点就是给急停投篮 中投非常的有把握 就是急停啊 在后期也是开发出了自己的身份 嗯 这样呢 回来在前两个回合 打吉普森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呢 这段时间靠反击 靠上海队的失误 另外呢 靠张承宇的发挥 把上海队打停了 来 好 好 鞋 好 来 叙咐 叙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一暂停 希望上海队这边能够止血 对面乔亚森 吉普森 这一节目前零分 乔亚森 吉普森在 我们平时的比赛当中 他包括去年 他还在安徽文一打过假币 打过NBL的比赛 效果也不好 可能他这水平的球员去假币的话 更多的是在刷分 他可能真的不会 努力的去做太多的防守 是 小雅森 吉普森呢 大学来自于新墨西哥州立大学 是他这节第一个两分 2010年参加NBA选秀 当时是落选 他去年在CBA赛季结束之后呢 他去了达拉斯小牛队 上一场比赛也算是 这个有过小牛队经历的 两个队员之间直接对话 丁雁宇和吉普森 这一下膝盖顶了一下 再把自己的领先优势拉到10分之后 被对方连得了6分 上海队今天真的很有意思 我就是不抢吉普篮球 主要可能觉得看过录像之后 觉得整个青老队在极不深 有极不深的情况下 他的一个推反击的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是 是 我都退回去退防 我抢不到篮板的情况下 那你一个反击这样 两三次之后 对于整个冲抢篮板球的信心 肯定是有很大的一个削减 那不如我就不冲 就是我 而且对于这个罚球队员的自信心 确实是比较足 你如果是让座也去罚 你这篮板球非冲不可 你非冲不可 张老师去罚需要冲吗 这个我是这样 打这个今年CBA 这个CBA今年夏季联赛 青老队也打了 我们这个上海媒体队 代表上海市打了 这个关键时刻 大概我有这个若干一次罚 都能罚球 我们输了两场小组淘汰 就恨不得 恨不得就是 在座老师罚球的时候 所有的人包括听拳 一起上来冲篮板 别提了 其实我平时罚球还行 没有那么差 平时比赛一般命中率 大概六成左右 业余农练我觉得还可以 比赛半场还剩下20多秒钟 这一下金尔造成对手犯规 这一截对面八个犯规 这个王庆明对此颇有贡献 一上来就四个 是 五球也有 有球也有 又这球其实是回场啊 其实是回场 而且你不仅吹回场还可以吹走步 说到底呢 接球那个位置不好 对 因为今天用力量整个非常的小 上海两个大外 上海大桥两个大原 到现在罚球一个没丢 真准啊 打到上半场目前还有留给七秒队一次进攻的 二十四秒进攻 对 我叫我听布局一下 我看一下上海到底带了多好分队领先优势这些小玩意 就像我说的二三截非常的重要 嗯 第二截打到后面呢 你建立优势 这是我们之前能够预料到的啊 怎么样保持优势 这就是可能需要跟下功夫的 是 当然你青岛队以这个拱倒的这个架势呢 我估计今天乔纳森西蒙 乔纳森 乔纳森 吉普森啊 最后又是 48分钟 嗯 再看 这是这一截 吉普森 这仅有了2分 对 这一截 他十三中 我觉得 这也太厉害了啊 全部来这两个半圆子 对 镜头对准明娜拉斯 今天呢像这边很多网友在 在B站上面在说 这个今天幸亏光头怪不在 说这把鸡蓝配 去年光头怪和李沐豪两个人 把上海队对内线打爆了 关键是呢上海队丝毫位上面 小熊受伤的时候顶不住 对对对对 张召旭一个人管这两个人 确实管不住 这小熊如果在没有脚伤情况下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 就有得打 当时蓝配不一定能够打得 那么的轻松 是 我们看又把这个田家夫换上来 田家夫本赛季三分球44% 对上来来一个进攻范围吧 田家夫这是我犯了 这个扩大的一个防守 23是非常 应该是一个一丁四连吧 看看一丁四连 我没有 这就是夹击 哎 要输啊 三人夹击 裁判员呢 要商量一下 最终呢中央 追踪裁判是 吹了一个 吹了一个前场球 上海队这边在犹豫要不要用这个挑战机会 他们觉得这四秒呢 这一球正常防也能防下来 就总的来说其实这个就这个如果挑战就算成功之后你其实也没有暂停了 嗯 就看怎么防吧 失误 失误 罗汉琛 来一个 中场三分 没有 好 今天呢上海队打的还不错 现在59比53领先对方6分 我就是这一球如果上海队还有两个暂停的情况下可以去挑战 我挑战完之后再叫一个暂停中场有布置着时间 嗯 那其实也可以挑战 那变成自己的球员怎么总比对方可能大一样 反正留着留着呢上半场比赛也许关键时刻能有用啊 毕竟呢上海队现在还是领先对手6分 看一下篮板球方面今天上海队总的上半场领先10个这是比较少见的 没见过 今年没见过啊 而且下个今天两分球得分也是不错有26分 但是更多的来自于发球线 下半场比赛看样子呢还是要让小董多打 小董上半场比赛有一点好几个跟进快攻 包括篮下呢今天总体还不错 来看明天五星体育的精彩赛事 跟大家说一下明天中午11点半 胡人打勇士啊这个五星体育一个礼拜给大家挑一场球 好球大家一定要看啊 这个然后呢明天的晚间22点30分 曼城在主场对阵伯茅斯 礼拜天的早晨9点半NFL的比赛啊 围京人对阵绿安包装公这比赛也很好看 另外呢 在礼拜天的晚上上海对阵广州 镜头对准乔纳森吉布斯 下半场比赛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今天上半场第一节罗汉城抢了四个金融篮板 下半场上来宅毅 先打高尚 哎呦 哇有犯规啊 这个球倒是犯规了啊 没吹 下半场对面高尚刘淑南苏伟 孙杰吉布斯 上场比赛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不用高尚啊 对 还是让刘淑南打到了一个四号的 这球让对方打得太轻松了 其实高尚进攻呢还可以的啊 就他的话整个打球偏硬 有时候不够柔软 我能队其实也培养了高尚很多年啊 一直没培养出来 是 好球 好球 米达拉斯 手手也真的是 完全球的能力非常的强 手感非常的好 是 广东队现在培养核心队员呢 呃 上一个能培养出来 能够撑着上核心队员的可能周鹏 嗯 但是现在呢高尚没培养出来 下面一个培养赵锐啊 赵锐应该说基本上快出来了 对 孙杰 哎哟 这还是吉诺的问题啊 野蛮又被传 漏人漏得非常的严重 这球你完全跟着孙杰 跟孙杰完全接不到球这球 嗯 要是防守注意力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 呃 问题 米达拉斯接球这些三分身不重 先反归了 嗯 看下财团怎么给嗯 这应该是一个阻挡犯规是是给不了投篮犯规应该是一个行进间的犯规啊 青岛队的教练组啊 我们当中也看到王涵教练 这是 之前呢 呃 也就明知道带到青岛队的教练啊 另外呢还有这个原来山东队包括在江苏队当过教练的这个 来围啊 呦 你看苏伟现在什么动作都会做 来一下动作在孔小斌的带领之下还是有的比较大的一个进步的 是 龚小斌亲自下场示范 但你像龚小斌这种就是说实话天赋非常好的队员呢 他打球有时候我觉得交啊 交一些基本动作不太好交 因为他觉得那个动作我随便一弄就可以弄进去 这道阵有可能是王涵的这个 有可能王涵是一个天赋一般但是打球动脑子的啊 当打假意应该打不了啊 嗯 孙杰 孙杰上来现在是刚这个控球后卫用啊 好像非常的不错 嗯 大尾率非常的高 林格拉斯那边有空外啊 孙杰是龚小斌在山东队刚当主教练的时候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后卫 对 林格拉斯 哎呦好球 有2加1的嫌疑但是没有给上这球 通过非常强的一个身体的滞空在有一个对抗之后还能把球完成 是 非常的漂亮 我看到林格拉斯基本你一拿就我站在三分线左右的位置 是 一吐我就过来夹 哎 上不太大了 这球 金森三分线外三步 过厉害 他现在这个信心呢是真打出来了 对 自己也打得很高兴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爽 嗯 是21分 但是上一节被防了只得2分呢也是他 哈哈 哇 林格拉斯用左手 这也不太多箭 呃我们记得 林格拉斯就算突到内线 他更多的还是用他的右手去完成上来 而且这个球其实离筐有点距离 对 左手抛投进去挺不容易的 哦 金莫尔这防守一定得得多专注了 让对方在自己面前这么轻松得分这不行的 林格拉斯打刘淑南 来 翟毅面对高尚还是到金莫尔这边 金莫尔打孙杰插步投篮 就是还是想通过个人的英雄主义吧 把这球去打进 回来又被对方打一个 好在完整球差了一些 嗯 啊 这球运丢了 好在呢对面孙杰这球 孙杰这球 孙杰这球最后应该是孙杰出界 对 孙杰没想到 这球呢金莫手滑了 这球是孙杰能助入病的差地哥 好 这球是孙杰的 网友 若有来生当初年少说 今天金莫感冒了 防守漏人 大家要求不要太高啊 带病上场很厉害了 确实今天金莫的身体呢 不在最佳状态上面 但是 那就带来 另外一个进攻端的话题 身体不在状态上面呢 打球还是 避免用枪啊 还是尽量打得更加 更加更加机灵一些 不要太过多的无畏犯规啊 吸取上一节青岛队的教训 双方换人 小弟这边换下了寂寞 让寂寞下来休息一下 确实你这一感冒呢 心肺功能肯定是有问题的 尤其呼吸啊是有问题的 而且一感冒你晚上睡不好啊 十头两重 十头两重 太挣扎了 进攻的效率不是非常高 这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 这样的一个换人 你少了一个进攻场点之后 对方的防守会来的更加的轻松一些 嗯 上海队现在很明确 明拉拉斯呢 就我不干别的 你吉布森拿球我就加击你啊 就我觉得金莫可以歇一两个回合 但是他如果不在场上的话 明拉斯的机会肯定会变得更加的少一些 是 我们的两个外员呢 是现在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对啊 犯规了 还好捡到栏木球 青岛队今天栏木球真是不好 对因为从过去的比赛来看 第一节和第四节比赛上海队 有时候会给自己挖坑 嗯 你现在提前这个得堆点土防止 你后边人家从坑里你要往外刨啊 然后再来 继续防守 周汉琛 哎 这球起来之后还是被对方干扰了一下啊 金森 这篮板球保护也保护做得不错 嗯 果然下来先两个回合 稍微冷静一下还是得上 你有这样一个攻击墙点在场上 对于对方的防守就是一种牵制 就算你的状态再不好 你也是有着一定的牵制能力 是 小罗拼出又一个篮球机会来 哎 翟毅这一下呢没找到板 我 哦呦 董汉林盖了 但 裁判员最后是给了犯规 董汉林犯规 这哨子呢是慢了 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 董汉林可能是确实犯规了 啊 确实是打少了 这哨子太慢了 呃 刚才底线裁判呢应该吹的 但是中央裁判是等了一下 底线裁判没吹 他才越去吹 要罚球 网友逆雪西小双发留言说 今天是他妈妈的生日啊 老人家在 他在家的时候才会看球 啊 祝阿姨生日快乐 祝你这个新年身体健康啊 同时呢也祝各位冬至安康 这个冬至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个 一个大家和家团聚的一个日子 对 这一天大家会追思自己的逝去的家人 会体会到浓浓的家庭的气氛 这一天在过去也曾经是一年的开始啊 那么今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和家人在一块 如果跟家人在一块在家的时候 顺便把电视机打开 希望看到上海队能赢一场球 那就更好了 有一些太小了 对方的防守 根本不用做太多的移动 就能够防止对方 而上海队的这些进攻 是 好球 哦 罗汉珍 罗汉珍这个完成球真好 罗汉珍的作用还是比较的大 是 四分的一个差距 好球 好球 三分投进了 因为苏伟那个他侧应的难度呢 他运球不行 对 他只能站在原地 瞄着传 哎 没有变化 小董呢 好歹就是说我虽然不会投三分 但是你要真不防我 运球我能冲进去 运球我能冲进去 哎 太简单了 一突一分 完全不设防 所有的防守积力还是在吉普森的身上 是 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其实是开场的时候 徐勇提到的一个比较忌讳的一点 外援已经打出来了 你现在再让他把其他人带出来 到最后呢 这个锅碗瓢盆拳起来 你一个都摁不住 对 今天整个青岛队在篮下得到的空位机会实在太多了 嗯 换上三分岭 这是防守上面呢 比较动脑子的队员 张照旭现在没给打 啊 的确今天张照旭上来之后 效果和状态都不是非常的好 要这么留 徐勃 回来 阿鼎 这一下呢传的有点犹豫 反正能觉得刚刚上场 对于自己的手感也不是非常有把握 你说苏伟现在这完成球 真吃饺子了 迪拉拉斯 迪拉拉斯 篮下全是人 迪拉拉斯呢这一下看一下下面的位置 他怕要崴脚 顺便呢 瞪了一眼 躺在地上刘淑南 他觉得刘淑南这是假摔 假摔 蓝板杀的还是有11个的领先 而且进攻蓝板上 就全部赢在进攻蓝板上 是 基布森 加击又来了 加击得坚决 三人加击 外线刘淑南空了 三人加击呢 远端的队友应该有一个至少要到正面了 这一下你被对手打到74比72 上海队寻求暂停了 我们无法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所著尊贵如初 天真共全 至真之选 金共全 各位您现在收看的是由天窝集团 金共全特约赞助播出的17到18赛季的CBA联赛 在第三节的比赛当中上海队现在呢74比72还是握有两分领先 但是现在的问题倒不完全在进攻上面 防守丢分丢的太轻松了 对 让对方的得分机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比较麻烦 而且你对吉普森这一点一加之后 他的国内球员的确能够获得非常好的机会 但反过来上海队这边进攻出现了问题 是 来看这是对方今天打这些突分啊 现场这个斗波很懂行啊 把这些突分全给打出来 全是简单得分 苏伟呢 今年我们必须要承认他的进步 就是他的得分 他打新疆队他今年得20分 他这个确实不是偶然的 我觉得上位也是个小梦打个招呼 上个赛季的队友 是 青岛这一队赛季场均得107分 他这进攻呢 不像大家想的那么弱啊 好球 真的就是二打五 我们看到前面如果能拍个人 一个赵的话就是两个外员 加上对方的五个球员 在上海队篮下 这是足球比赛 你看后边留三后卫啊 前面两个前锋 这不是足球吗啊 其实这三分真的没有一个是踩个三分线头的 全都是都是放三米啊 放两个 这第三阶里自己真的是又挖回了一个 打到目前为止 你单截现在输出去六分嘛 输出去五分 尼拉拉斯 你这一节呢你不找国内球员 不找国内球员的话 那第四节还能靠这个外员在场上全部包园得分吗 这是很难的 素维 哇 实在太轻松了 就上海队 我们的防守呢在这一节 呃现在防守就是防一层 一层过了之后呢 整个防守轮转和组织上面显得比较松懈 这个时候再想到让Max来是不是有一些为时甚晚了 前面就该让他上来了 张承宇突破分球 又是一步过了 一个简单的突破给到底线 一步就过 下到篮下没有任何人防守 上海队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层没有防守的这个上海队 米拉拉斯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徐勇在前面也强调的 你双万元的球队打单万元呢 你跟对面标分 不合算 合算 怎么头都是一次出手 你不可能说你双万元有两次出手 是 那你如果还不是 还不在防守上去下功夫的话 反正 反正 如果还不在防守中下功夫的话 现在第三节还剩下一分半钟 曾文鼎的说 对面 这一下 他拉我衣服 再看 确实确实 那左手揪着曾文鼎的脖领子 犯规了 把阿鼎换下来 这节上海队犯满了 张召旭进来 还好 对方这个篮球呢 直接拨到了鸡毛的手上 失误了 这个犯规 直接让对手上罚球线 因为球权是对面的 直接给他对方罚球的机会 直接给他对方罚球的机会 是 直接自己的运球情况下 被对方倒球的次数并不多 但今天出现两次 这可能第一他的身体上出现一句状况 第二他可能真的快攻为什么不出球 还是我说的那些问题 今天上海队快攻的成功率真的非常低 我觉得这阀中的话9分了 他目前为止对方真的追了7分 单万元打你双万元 换下吉普森加上捷尖缓个六七分钟的时间 充满电第四节再来 你别说我让你打满48分钟啊 我真只让你打47分钟 你在第三节的情况下 你说被对方追到这样的一个分叉 你到第四节单万元的情况下 你很难真的挺难打的我觉得 米卡拉斯好在有进攻篮本球 张兆旭 金门正面再咬三分 还有进攻篮板 张兆旭手递手 好球 这手递手做得好 对面全滑斑 现在呢不用夹击了啊 正常防 想看下来的这次防守 可以 张兆旭盖了 刚想说如果在面对对方全滑斑的情况下 反击 捡进攻篮板 小孟 小孟要罚球了 我们的反击又没打进 对面是刁成浩犯规 好在小孟又捡了一个进攻篮板 嗯 对不起对面许佳涵反规啊 吉普森回来了 弓最后一弓 吉普森休了44秒 我数了数 这球上海队 这球没有给投篮犯规吗 没给投篮犯规啊 今天上海队进攻篮板球 比对手多15个 我们比对手多15次球权 现在呢赢一分 米拉拉斯简单进攻 这样的话对方要压时间了 这一截呢 对面现在有机会反超比分 上海队这个防守 张绍旭呢 现在守的是一个一钉四连啊 一钉四连 但是回来 一旦吉普森交球 又重新回到盯人 想到上海队 但是一分的领先优势 进入到第4节 那上海队的优势全用完了 看最后一节 两个队的比赛了 那么现在唯一的优势 就是对面的吉普森 就是他比我们要疲劳 他36分钟打了35分钟吧 他36分钟打了35分钟吧 我们可以跨越时间 向前探索 却无法超越时间 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贵为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于时间流淌中 锁住那份尊贵如初 此刻与你初次相见 天真共权 至真之旋 德国欧北清咖啡因喜大陆 五星体育战略合作品牌 这个网友 这个网友 是笨人呢 嗯 我觉得第三届 还是上海出现的问题 你的防守 防守给到对方太多的 简单进攻 得分的空位机会 反过来你的进攻 又几乎还是 中场休息 没有任何的调整 一个人在打 打五个 两个打五个吧 我觉得今天呢 金梦尔的成功率呢 在中间换起来 休息完了之后 再上去 那成功率确实是好一些 我们来关注其他机场比赛 广州证券75比70 领先于深圳马可波罗 山东高速60比65 落后于天津滨海云商 天津的霍尔曼重伤啊 3万元 重伤啊 山东队在搞什么啊 今天我们说啊 就所以说 强队统治力都在下架 对 你看新疆队输多少球 辽宁队广东队都在输球 五余 吉末 今天吉末的断球比较多 这应该是个人第三次断球了 是 龚小斌知道 我总觉得他在鼓掌永远是在讽刺裁判 或者在讽刺球员 讽刺球员 有一个段子 说这个有队员回家 回去之后呢给龚岛带点家乡特产 也不是什么很贵重的东西 就是有地方特色的东西 龚岛就是你能想象这个他那个标志性的歪嘴一笑 然后就是似乎又很不屑 又又很不屑 但是呢还挺感激 你把东西给收下了 很有意思啊 对着头 好球 这球和吉普森的那种投篮其实一样 嗯 对面啊 把这个身上背着四个犯规的王庆明给换上来了 maxmax上来 我们注意看这两次防守 包括上一节最后一下 都是很明显有作用 同样的点 小罗又一进攻篮板 罗汉珍 真是上海队第一篮板怪啊 哈哈哈哈 这这这真是你就是看呢 啊当然这球分是丢了 但我们说罗汉珍当年1314赛季 场均1.9个进攻篮板球 他不是说完全靠点的啊 就是他有这习惯啊 现在呢上海队是打双内线 好球 他那个传球传得非常漂亮传得好 你看 做这个掩护之前 其实知道所有的注意力都是在寂寞的身上 是 就是罗汉珍现在当这个托尼帕克用 托尼帕克在2007赛季是全NBA三秒区得分第一 这球够狠 吉普森 手够硬 嗯 30分了 三分球十中六 而且他那三分球呢全是不讲理三分 就是上海队进攻 好好投的不投啊 上海队这进攻发起点实在太靠外了 嗯 中场线附近 好球漂亮 这一次在没有寂寞触碰球的情况下 通过四个国内球员不断的掩护跑动 找到了内线 这是需要去多一些的 因为哎 这下吃了一点护啊上海队现在这两个内线在上面呢 篮目球真的还是优势挺大的 今晚不轻易过半场 低脚 卢伟打球入投 卢伟顶着投 好球 好球 92比86 上海队呢 晃哥一口气 就是 第四节到目前为止 你国内球员开始得分了 嗯 不是完全依赖吉普 这就是可能说一个 呃比较好的一个信号 你说打到目前为止 如果还是吉普一个人在那得分的话 这就是一个警报需要拉起来了 而且呢 张道区上来之后 对方简单的内线得分他没有了 你看 对方的内线得分现在一个都没有 再来 这次是造成犯规了 张道区之前防成了四个 苏伟犯规 对不起 对苏伟犯规 当然呢Max我觉得不必过分纠结 这个 且看今天 苏伟能罚进几个 对面换上宗赞 苏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59% 呦 第一罚伐重 所以你看人家这进攻真的是练了 嗯 这确实是实打实的进步 对 他的罚球在后期其实是有进步 嗯 尤其是在克服了那个 焕苏伟的那个心魔之后 我的天哪 这球感觉是把这个牵球给扔出来了 今天苏伟已经19分 起码 比较寂寞的时间又不多了 嗯 8秒 呦 这球真是 接应队员呢 卢伟的这个位置也比较尴尬 要不索性呢 往上弹一点接这个球 要不你索性就往底脚再跑一点 现在需要挑战 嗯 挑战 我们看裁判员身上背的这个呢就是PTS的这个开表器啊 根据你的哨音和裁判员的手动呢 两种办法一种自动一种手动来同步计时 那么最早一个按下同步计时最早一个有效计时呢会开表啊 但是这个PTS的这个系统呢是国产的啊 这个啊 技术上面是借鉴了NBA的那个技术啊 但是呢可能稳定性上面还没到老美那个系统那么高 但是那系统的价格大概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国产的这个系统大概六到七倍啊 所以大伙先凑合用 凑合看着 哎 我们这个80年代出生的这些这一代这这一代人我相信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步一步走 大家都是很熟悉的 先从呢国产的先用起 你用着用着就会发现国产的质量跟进口的质量差不多啊 再看基本上刚才这球啊 传 这角度看不清楚 对 这角度看不清楚 哇这个更看不清楚 嗯 哎这个角度有可能 也看不起 就你速度太快 这个镜头啊 嗯 如果都看不清的话呢 裁判员就是 有两种思路 一种是维持原判 一种呢就是从最后一个看清的动作开始记 啊 应该是应该是把球权给上海队了龚岛的这边还不服气啊在跟杜西元在沟通啊 周杰原在擦汗 因为球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相 哎 就是你能看出来可以确定的呢是对面的队员山东队的队员肯定碰球了 但是卢尾碰没碰呢你就说不清楚 可能有了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啊 嗯 非常明显的给他看一下 没碰啊龚岛你过来看一下 哈哈哈哈 还在说呢啊 可其实说到后面可能龚岛都觉得自己没理啊算了一笑而至啊 哈哈哈哈 这么高啊这么高啊啊 这么高啊 浪费了一个暂停 对上海队来说也是有一点赚一点吧 嗯 这水晶公绵羊发来留言说去年在深圳人家还拿手机出来看呢啊打深圳队那比赛啊这其实不允许啊 你看了没用啊 这个是非官方渠道采集没用 哎呦好球好球 等会来这招可以啊就假装往底线去突然的一个急停 是收回来上反蓝这一下是厉害的 94比87 你看现在对面没有大爆炎的情况下呢 小董和张兆旭这就是内线无敌了 长安板啊也有运气的成分 嗯 这至少防守做了还是非常的不错 从吉布森的家防 是 再到呃球给到对方外线的时候的这个 嗯 到位率 就 术伟抢多了 这不行了 不能运球啊 下一队球圈 他的交替球 呃这一下呢 你现在看就是对面的这两个大个儿 除了啊就是擦地哥啊今天在现场 再看 球掉了 等于苏伟这么去打他比较难一些 你就算不掉球你让他投呢 那你说苏伟顶张兆旭来一个后仰跳投 那这场景我 我觉得那是在另外一个时空里面啊是穿越了 陆瑞这球也是比较拼了一看球到地了马上下地 是 小董 还是在地位 重新要外 大球直接要三分好球啊 靠国内球来 第四节真的是三个三分了吗 三个三分了 呃第二节一个 第四节两个 对包括刚才那球拼的啊 分叉到十分 今天上海队这两个内线呢 刚好是刻对面的苏伟这个位置 因为苏伟的进攻区非常靠篮下 你有张兆旭在上面他很难打 再看 还是抓张兆旭的掩护犯规啊 对不起这个防掩护犯规 连续两次犯规 犯规快满了 犯规太多了 这个赛是非常的放松 还是有说有笑啊 嗯 嘘 张兆旭还是张兆旭的 这是张兆旭的作用吗 啊可惜这一下呢 你不判走步呢 就是判彩线啊 这总归是要判的 走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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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四步 我的妈呀 呼 吉普森这球传的 也就得亏是许家涵 弯的下腰捡这一球 别犯规 呼 这造犯规被侧跳跳好远啊 吉普 对 得着急 终于给烧了 吉普还是有一些在和自己交劲 现在大家看不到庄老师这个表情啊 就感觉自己生无可恋 生无可恋的这个表情就不 哈哈哈 的确打的有一些勉强快攻一打五 吉普 你能说什么呢 就是我刚要说 这个又失误了啊 这个裁判的哨子来了 哈哈哈 失误 哈哈 吉普今天24分 今天吉普现在四篮板两助攻五次抢断 这五个抢断价值连城 对 孙杰要单挑金门 啊 还是打不进 这就是张少旭在篮下的一个作用 哎 威慑的 啊 掩护犯规 张少旭啊 要郁闷了啊 张少旭说我真没动啊 今天抓他掩护犯规抓好多个啊 啊 这时候你只能说呢你是一个你是一个被掩护啊 你只能说这是一个被掩护 另外一边山东队反超比分了啊 81比75打了天津队一个一个11比0 这个应该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我觉得 没错没错 暴揽会有但是我觉得不会有那么的经常啊 是 你这场场暴揽就不是冷了 要罚球了 冲着犯规去要的这球 上海队这边现在张兆旭三次犯规罗汉琛四次犯规 刚才这下应该罗汉琛第五次了 只能把小罗换下来 其实小罗今天进攻打得特别好啊 今天罗汉琛在场上拿了16分5个进攻篮板 这数据是联盟顶级内线 真的是顶级内线的数据 对吧你说上海队哪个二中锋有这个有这个数据啊 哎他老是这样是伟利的啊 我发了有助 就是他通过这种细节呢 其实是增加自己罚球时的休息时间啊 就像我们在基建比赛当中有时候 尤其是女运动员说我要绑一下头发啊 我这个箭条啊这接触不好都是技巧 孟临空位来一个好球好球孟临今天第二个对 上海队的国内球员今天三分球员 上海队今天被抓这个眼就是在防守当中 无球跑动时的犯规伤伤把这节给抓满了 这样的话青岛队接下来的比赛 只要有犯规就会上防守线 全部满了 这种球就是真的只能说你开心就好啊 就判你的确可以判 但是如果一样的尺度对上海队头可以 但是没有 看到吉姆每一次打球有多么的真假 其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无球的情况下 这方的范围动作也多啊 只不过他不抓而已 我说实话就是课场比赛 今年整体CBA的课场比赛呢 情况还好 今年CBA联赛CBA公司 特别在比赛关键球的一些判罚上面 赛后出这个裁判报告非常及时 我今天在微博上面还转发的 我说特别好 这刚才又是一个犯规 对 孙杰在后边你看 你看那前后手有组合拳 你看见没有啊 你看看啊 你开心就好啊 今晚这个球我觉得判了也就判了 没问题 但是呢前边呢 前边呢你对上海队的一波进攻当中 我们董汉林那个篮球 包括前面那个投篮 两个犯规动作同样也是漏哨了 上海队现在在场上还有十分的领先 接下来呢顶住的最后几分钟 尤其是对方现在会更多的利用突破啊 利用这种和你的对抗来赢得罚球的机会 客场的困难准备自己得提权做 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的困难 很少见 今年特别少见 今年即使是在你像吉林的主场啊 包括天津的主场啊 你都没有出现像今天这场比赛 这样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吉普森 三次罚球罚中了其中的两次 102比93 上海队在场上还有9分的领先 张兆旭找到董汉林 上海队叫暂停了 确实这个情况下呢 对于场上的这种对抗的尺度 教练员要强调一下 你说这球犯不犯规吗 身后的吉普森没有犯规 你生前的这个推的 都快把小孟推出去了 不给少也没断 小孟也很断定 对 我在这边也打10年了 我们无法留住历史 但有一种尊贵可以 天子之选 历经千年更迭 所助尊贵如初 天真共权 至真之选 金共权 比赛现在很困难 上海队叫这个暂停 让队员们呢 第一要休息一下 第二呢 在场上动作 你还是要做充分了 尤其进攻当中 你要控制失误了 一些冒险球不能做 好 网友小杨子说 凶可怜无话可说 只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还早 还要到下个礼拜 十个篮板 下海队我觉得心态还是要放好 毕竟目前是领先的 还需要自己稳定自己的 这个得分中的一个把握 是 别失误 对 几乎25分 四个篮板 两个助攻 但是有五次相对 嗯 其实几乎真的要打孙杰的话 其实孙杰年事真的比较高了 嗯 那过他其实 没有那么的难 董华林 好球 好球 王庆明也防不了董华林 第一是防不了 第二他也不敢做动 小董呢 我怎么感觉这一下 是 是把这个撞醒球 一口闷了 把弯往地上一砸 就冲上去的感觉 说我哥们这次上去了 就不想回来了 这个防守小董呢 其实没有必要上这么狠啊 的确是个犯规 嗯 的确在防守的处理上和选择上 考虑到自己的犯规次数一满 这个因素其实是需要去考虑进去的 嗯 十三分十一就 这一发罚中四十分了 这不能再吹了吧 张照旭 就差给你鞠一弓了 说不好意思 碰到你了啊 张照旭的掩护 卢伟 好球 今天上海队国内球员真的是硬啊 这一截真是幸亏 卢伟和孟远 包括董华林这几下 唷 帝宾 揍他 哪一个人 这三个人 他 你呢 这是怎么办 刚才这边我看有网友说 说小董刚才那个犯规呢 就是说我做什么方式动作都是犯规 我索性来个狠的 反击大成 张承宇 张承宇他的快攻得分 靠着快攻得分过去两个赛季 他是青岛队外线最稳定的 本土的得分点 对错 他前年还有罗汉琛 哎 犯规咯 前年还有罗汉琛在 去年他就没有罗汉琛了 他整个外线这点都靠他一个人 结果发球 嗯 今天上海队这两个外员的罚球是真顶得住 苏伟 这一下篮下的篮球漏了不应该 防错了 因为王庆明是苏伟的人 是这个董化林的人 董化林扑出去之后 其他队员没有交代清楚 也没有人挺 嗯 孙杰 后撤不跳投 再传 张承宇 篮板 也没有投进 犯规 判了 判了上海队抢篮板球犯规 这就董化林是往回拿的一个情况下 吉布森反而是一个冲墙 这球的判法真的有一些看不懂啊 这球的判法真的有一些看不懂啊 有曼金东投的话可以看一下 董化林是去拿的这个球 吉布森是一个冲墙 刘导也急了 很郁闷这球 这个我们就等这场比赛之后的这个裁判报告怎么做吧 我们看一下 CBA公司也会应该发布 CBA联赛公司在过去机场有球队在赛后做出这个申诉的情况下呢 非常准确非常及时的公布了赛后的裁判报告 包括在联赛进行完前16轮之后 就已经有裁判进行了降等和降级 就是原来你做主裁的 我给你做一副 原来你能做一副的 我给你做二副 原来你能做A类比赛的 我只让你做B类比赛 这场比赛呢 我们只能说裁判员有一些哨子上面 确实是会容易引起话题和争议 不够准确 好 犯规了 吉普森 小董 打王庆明 罗汉春 罗汉春背着五个犯规上来 吉姆 较劲啊 左手 篮下好在两个2米10以上的队员在篮下呢 轰炸对方篮筐 双高度的一个双保险 右一补 左一补 失误了 失误了 快攻 看一下这一次能不能打成 罗汉春 好球 好球 不错 不错 卢伟这一处比还不错 这上海队现在一有快攻 我心里其实挺 挺害怕 上回 上回我们在转播当中就已经说了 还是得多看一起耍大牌 你不仅要看这个晚上六点直播的 你还得看这个晚间档这个十点录播的 三打一 三打一 二打一都有 两副牌 一副牌都有 一副牌是二打一 再往后看了 你要看打这个双升 也就是二打二都得有 三打二有吗 三打二 得扑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 这样的话七分的一个分叉 罗汉春有两次发球 嗯 这个时候可能上海队需要去尽量的降低对方的一个得分的速度 是 也降低自己进攻的一个速度 稍微压一下 压一下时间 保护篮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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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吉安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教练 这是一个很弄功的一个教练 非常的努力 包括他自己也会给一些球员去开小赵 包括就是下午不练了 自己去给菜量这些需要外星投篮 去补课的这些球员去个人的拿出时间 去给他们检球 他还是比较敬业的 他在中国这一待是待了小十年了 当然他有他之前做主教练的局限性 在深圳队在东莞队的时候 给国内球员时间方面有时候做的不那么好 那么包括给年轻队员时间上面有他的问题 现在在上海队就是整个团队发挥力量 包括教练出身的这个球队总经理王群王导 包括刘鹏刘导 包括张文琪领队 包括助理教练王勇 两分打中六分的分差 应该会走满24秒去进行这一波进攻 要看一下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自己进攻的一个成功率了 再给内线 是 小董对面有协防了 打发挥转移到机会这三分有没有 狼板球没有拼到 金某这个机会球呢 其实董华林是传的不错的 球领着人走 张成宇 这三分投进了 那现在比分分差呢 还剩下三分 111比108 这一下机会球没打进 我觉得呢 没什么问题 就是让小董作为进攻持球点 让金某呢 比较轻松的来完成这套进攻当中的环节 比起来机会也出来了 但是没有能够突中 反而反击给对方突中 一三分 这个时候就要看一下上海队的这个得分的一个成功的一个把握率了 是 1分36秒 这波进攻如果能够打成 对方是有比较大的压力的 至少有两波球权 才能够把分数追回 如果这攻打不中 上海队会有一些麻烦 因为现在上海队是有犯规麻烦的 而且是在对方的主场 在对方的主场 一旦突破进行有一些身体对抗的话 以第四节的这样的一个判罚的尺度来说 非常容易直接送上发力线 镜头对准了6号张成宇 看着干干瘦瘦 你从条件上面来说 确实不突出 但是人家就是靠着后天自己练出来 16分 特别勤肯的一个队员 你跟他那个童年龄段的 把他往江苏那些后卫里头一扔 根本看不出来 对 这球真的需要一个成功力 现在发球的是罗汉琛 但罗汉琛这个身高呢 发球有些吃亏啊 好悬 好悬 哎呦 哎呦 这财本员口下留情 这一球其实可以判张照旭犯规的 这孙杰一直在推啊 嗯 就都不吹了 财本员索性把哨子收紧了 都不吹 好球 好在 最后这一攻打进了 哎 弗里代特 弗里代特呢 再防孙杰的发球 吉莫真的是有点机啊 你这么防我 再打柔道吗 再看 太极 Chinese功夫 手脚都用了 Chinese功夫 您这英文英文真不错 低调一些 这一看就是高中在美国念的书 这一攻打中的话 稍微减轻些压力 这球帮忙啊 苏伟和吉普森之前出现了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沟通上的误会 他这球呢 因为苏伟在前面那一球 侧应给张成宇的效果很好 所以他这球想想找苏伟也很正常 苏伟可以做持球掩护 今晚 张兆旭进攻篮板球 判了王庆明的犯规 这个进攻篮板价值连球 这球还不犯规吗 还在敲 王庆明 个人第五次犯规 关键时候 看一下张兆旭的罚球 张兆旭 还没有上过罚球 是 张兆旭今天球完成的都很干脆 全是直接给你弄进去 根本不拿下来 低罚没有中 张兆旭 这是来自于山东烟台 今天也算是半个主场作战 看看张兆旭的这一罚怎么样 用 两罚不中啊 两罚不中 这得防三分啊 拋一个苏伟进攻篮板球 转出来 张成宇 没有 再要一个篮板球 又一个 孙杰 转出来 苏伟 再到张成宇这边 还是出来 对面这进攻打得 还好 还好 对面三个出手机会也没打中 我真的 真是 我的心刚才掉在嗓子眼 对 我完全是出不了身 你知道吗 前辈 就完全就不知道 好紧张的 三个三分机会 就是我脑海 镜头扫到田家夫 这一球如果田家夫在上面 这个弄不好已经投进一个 当然 张成宇 这是青岛队过去两年的外线 国内得分王 孙杰 他是CBA联赛2011年的全明星赛三分王 对 另外 这个 还有全队上下都是能投三分的队员 卢汉琛罚众一分 现在还是两波球权 37.9秒 青岛队还有两个暂停 刘鹏示意 都退回去 对 对 别让对方打反击 是 其实前面那个球呢 张兆旭那个罚球第二罚不中呢 对方有点顺势推反击的那个意思 现在 两罚又是一中了 两罚中一 关键球罚丢了三个 别三分犯规这时候啊 吉普森 呜 呼 真能不扔进 对面 上海队呢 请求短暂停 对 对 你就这么这么来分析 你说你如果三个罚球你进两个的话 现在还有一个五分的差距 就是我们现在呢 对方投进这一球呢 我们说刚才六分是两个球权啊 当然是两个极端球权 你两个三分球必须都要投进去 你如果多罚进一个呢 你七分是三个球权 对对对 就不一样 这跳船啊 你看 关键球呢 几个球都是苏伟 苏伟关键球两个助攻 还有一个进攻篮板球 对 总的来说这球也不能怪罗汉琛这个时候 也不敢上太大的动作 万一这球吹的话 是是是 不值了 当然最后这种关键球啊 尤其是在场上打的时间比较久的队员 你那个罚球的时候 咱们 谁也别说谁 对 谁也别说谁 这个 到最后 第一个脑子是护的 第二个呢 你那个气根本倒不过来 第三个 你最后那个动作呀 你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投篮罚球应该是一个什么动作 就完全是平时感觉就抓住去了 那别的不说这球上海队 对 对方应该不会犯规 27秒的时间 还没有到犯规的这个 时候 先正常防 先正常防 那上海队如果这球打中的话 对方的机会比较小一些 如果打不进的话 有一定的麻烦 首先别失误啊 哎 这个残问员这球呢 没交到卢伟手上 卢伟 这也是老队员的经验 他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拿到你的球 我 你就要开表季5秒了 我等我的队友们跑起来啊 我再要你这个球 上海队之前出现过很多次 关键时刻叫完暂停 发球15的 打福建出现过 这一节青岛队的犯规还没有满 他要砍啊 满了 应该满了 那应该是直接罚球了 对 直接送积末罚球 这为什么呢 这是不是沟通没沟通好 二人气满 那为什么 其实可以正常防啊 对 没有满 应该是没有满 没有满 满了 可以罚了 嗯 新门 罚进一个呢 对面这个球就比较困难了 现在罚中第一个25.4秒 青岛队还有两个暂停 打完之后叫一个暂停 先打进一个 再砍上海队 全员退守 换一下换人 嗯 换一下张照序上的那支点 其实 这球 不要给三分 给个快两分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千万注意的是 不要给对方人加益 是 别犯规 这边有很多网友在聊这个孙杰的发型啊 有朋友说孙杰六七年前就这发型 你放心大家 这个孙杰十年前就这发型 对 我打球的时候和孙杰对背的时候就是这发型 是 我可能 他给我的记忆中发量多一点的时候 是在我们国校的时候 可能是在 就是这样的运动员 你跟我说 这国少 我会觉得 就是好久远的一件事情 78年之前吧 天哪 哈哈哈哈 天哪 孙杰是 报名是86年的运动员 但孙杰年纪应该是改过 那其实还是要总结啊 在这种胶着的比赛中 丢罚球 特别是张兆旭两罚不中 我觉得是不太应该的 特别是这种关键时候 因为张兆旭呢 你不是 不是一个罚球不好的 对 作为中锋他的罚球是可以的 特别是在这种 对方不断追分的情况下 是 有可能这个比赛就差那么一两分 嗯 好在吉默这两罚全中 再叫一个吗 再叫一个再叫一个 哦 他这个暂停 我大概觉得这个留着啊 到后边意也不大 我先保证我这个能打进 对 可能对于站位是觉得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嗯 孙杰刚才一次犯规我的确是有一些看不懂 是 没有必要犯规 你说上海队不可能掐着24秒去投这球很难 对 那你留给你你叫一个赞 你其实你如果防晨之后 你还是有五到六秒钟的这个时间 但是他的想法可能说希望你丢一个 然后打一个快两个分 再做反规 就希望你可能丢一些发球 但问题是你找这个金儿 你在金儿身上犯规 对 而且那个球其实形成了二防一形成佳击了 没错 确实孙杰这个球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这场比赛两个队都在犯错 这时候换上田家夫 换上中赞 你感觉这个田家夫上晚了 这是前面吉普森 利用苏伟的这个定位掩护 苏伟随后 侧应球 这是给吉普森的两个三分 哎 没有 怎么顶 好的 那就结束了 他这两个暂停 没布置成一次罚球 球给吉普最为稳定的一个点去发球 那今天这场比赛呢 上海队就拿下了 对 这个 曾文鼎上来又一抢断 你看曾文鼎上来 他在关键时刻 确实 有时候呢 他在场上这个灵光一现 这种东西你交不了 你也预计不了 就完全是球伤 对 这种这个 十六七岁跟着成年队 跟着中国台北成年队 打亚洲比赛 打琼斯杯 打亚锦赛 打亚运会的这种队员 这些球伤没得说了 两发两中 嗯 111比118 21.9秒 接下来对方只剩下后场发球了 因为两个暂停刚才 布置前面的球全都用完了 千万不要犯规 嗯 吉普森 这就也打不动了 金门 哦 出界 犯规也没有给给了一个B线球 嗯 但是这无伤大雅 对 但真的要这样吗 哈哈哈哈 这样好吗 那吉普说 哎 你看一下我这伤痕 哈哈 吉普尔因为他那个皮肤颜色特别浅 所以呢 你稍微抓一道杠啊 很明显的 哦 防得很好 也不犯规了 比赛结束了 118比111 这场比赛打到最后时刻 还是挺吓人的 对 今天的比赛 对面没有大外援马其兰配 在单外援支撑的情况下 和上海队拼到了最后一秒 这对于上海队来说 这场比赛赢得很不容易 当然 现在过去三轮比赛呢 在面对山东 主场对山东 客场对青桃 这样有一定